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雷本想找人转移灵魂 可刚走出两步就倒地不起 看着面前和人差不多的玩偶 她瞬间改变了主意 凭借着最后的怨念 李雷按住玩偶的脑袋 口中大声念出一魂大法的咒语 顿时引来乌云正正 变闪雷鸣 突然一道巨大的闪电拼了进来 我靠 这么大的爆炸 那颗居然毫发无损 李雷虽然死了 半面色红人又光泽 完全不像被雷劈过的样子 那个玩偶也被炸飞了出去 小震态安迪生日这天 她的心愿就是得到一个会说话的玩偶 由于家里经济拮据 花姐只能从二溜子那里便宜买了一个 她不知道的是 这个玩偶装有一只残暴的恶灵 安迪拿到玩偶很是开心 王尔则回答自己叫哈拉少 晚上妈妈回去加班 特意拜托闺蜜书芬来照顾安迪 趁着书芬在整理餐桌时 哈拉少突然开口说道 原来哈拉少想看晚间新闻 可书芬认为是安迪想看 而且已经到了睡觉的时间 于是她关掉电视抱着安迪 单手拎着哈拉少进了屋 安顿好安迪后 书芬回到厨房收拾餐具 突然听到电视的声音 此时哈拉少正坐在沙发上看新闻 书芬一会地走过去 然后关掉电视 粗荣地将哈拉少带走 此时安迪正在洗漱 书芬以为是安迪偷偷恶作剧 而安迪委屈的奶生奶气不知所措 呼到晚安之后 书芬正在沙发上看书 卧室的门锁悄悄被打开 一个声音快速闪过 书芬装着胆子过去查看 只见厨房面粉撒了一地 正好安迪的妈妈打来电话 也就在这时 女人捡起了地上的铁锤 这个女人刚回头 等花姐赶回家时 警方已经放手了现场 好在儿子安迪平安午时 只是可惜了那么漂亮的闺蜜 警方在现场的面粉里发现了小脚印 他们采验了安迪的鞋柜 并没有吻合的鞋子 在房间的安迪突然发现 哈拉少的鞋底占有面粉 难道哈拉少是凶手 他将这个发现告诉警察 但大人们完全不信他说的话 还让他赶紧回屋睡觉 警察走后 安迪告诉妈妈 哈拉少跟自己说了很多话 他的真名叫李雷 是安迪死去的爸爸派他下来陪安迪玩的 还有臭婆娘书分的死 完全就有自取 安迪也一直强调 哈拉少是活生生的存在 但妈妈就是不相信 毕竟谁能想到 恶鬼会附生在玩偶身上的 第二天 哈拉少又导安迪逃客 并将他送到同伙家的楼下 趁着安迪上厕所的工夫 哈拉少悄悄溜进屋子 摆开煤气 故意弄出声音将同伙引到厨房 同伙以为是小偷 因此开枪引爆了整个屋子 同伙就这样死囚了 安迪和哈拉少被带回了警局 面对警方的询问 安迪仍然一口咬定是哈拉少干的 可所有人都不相信他 反而觉得他有心理问题 心理医生决定将安迪带去治疗 花姐只能带着哈拉少回家 看着面无表情的哈拉少 花姐越想越不对劲 自从她来到家里 就一直有命案发生 更恐怖的是 哈拉少一直没有装电池 哈姐鼓足勇气 将哈拉少捡了起来 为了儿子 他必须让哈拉少开口说话 于是他威胁哈拉少 再不开口就要将他扔进后队 花姐吃痛将他扔到一边 哈拉少趁机逃了出去 花姐一路狂追 可还是晚了一步 他只能前往警局 将哈拉少开口说话的事告诉迈克 可就算有遥痕 迈克仍然不相信花姐 因为李雷早已死在自己眼前 但迈克还是决定审查一下这个案子 他找到李雷申请的资料 正准备回家查阅时 哈拉少悄悄从后座出现 他要找迈克复仇 迈克勉强拿出点烟器 反手就往哈拉少脸上处 哈拉少吃痛松开了绳索 迈克好不容易缓了口气 哈拉少已经在下面捅刀子了 差点让迈克转行 最终车辆失去控制翻倒在地 哈拉少也被迈克一枪打伤 事后迈克找到花姐 原来李雷的外号就叫哈拉少 他跟老黑学了很久的巫术 只有老黑知晓铲除哈拉少的办法 然而哈拉少已经提前找到了老黑 哈拉少找到教他巫术的老黑 他想知道为什么自己已经是鬼魂了 还会受伤流血呢 老黑告诉哈拉少 他待在娃娃身上太久 已经开始慢慢融合了 等融合完成后 他就只能一辈子当个玩偶 哈拉少让老黑帮他恢复原样 但老黑拒绝了他 并且还想杀了他为明除害 然而哈拉少是有备而来 他拿出老黑的替身布偶 直接扭断了老黑的手脚 逼着他说出了托灵布偶的办法 而第一个知道的人就是安迪 最终哈拉少还是杀掉了老黑 等花姐和迈克赶到时 仅剩一口气的老黑告诉他们 哈拉少已经去找安迪换婚了 而要想除掉哈拉少 就必须击穿他的心脏 另一边 哈拉少已经悄悄溜进医院 安迪使出一招经常脱俏跑了出去 不过他被医生抓住 想要给他打正禁忌 哈拉少悄悄过来 王医生腿上扎了一刀 然后化身养医生 帮医生戒掉了王医 安迪趁乱逃回了家里 然而他始终斗不过鬼娃哈拉少 被他从后面一击打晕过去 哈拉少一手按住安迪的脑袋 嘴里不断念出一魂打法的咒语 天空瞬间乌云密布 变闪雷鸣 紧急关头 麦克和花姐及时赶到 阻止了哈拉少的阴谋 哈拉少趁机刺伤麦克后逃走 之后麦克四处搜寻时 被诡计多端的哈拉少偷袭打晕 就在他要下死所时 花姐及时出现 一枪打断了他的小腿 可关键时刻枪缺卡壳了 哈拉少一个飞扑将花姐扑倒 花姐起身反手将他扔进壁炉里面 然后用网罩将他挡住 哈拉少不断嘶吼着 挣扎着 安迪跑过来换烂火柴 将哈拉少点燃 最后被烧成哈黑炭 然而哈拉少并没有死 被烧成炭后依然不影响输出 把母子俩逼近了角落 花姐开枪进入了他的脑袋 又一枪打下了一只胳膊 正是打不死的小强 眼看他还在逼近 花姐在开一枪打断他的腿 卧靠 都断臂铲子还要爬吗 看来必须要给哈拉少帮一个 生残之间的奖项 花姐鼓足勇气 对着哈拉少打光了所有子弹 这时另一名警员三三来词 听了迈克他们的证词 可他仍然选择不相信 反而拿着哈拉少的脑袋开起了玩笑 幸好花姐帮忙才甩掉了他 就在哈拉少又站起来时 迈克直接开出一枪 击穿了他的心脏 生残之间的哈拉少 难道就这样死球了吗 答案是 并没有 后面几步将会把故事升级